中国作为茶叶发源地具有千年茶叶出口历史 其中中国绿茶出口规模居世界首位出口达110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各地茶叶陆续进入采摘期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六大健康饮料之首的绿茶 正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喜欢 记者从近日在四川峨眉山举行的高山绿茶春茶节上获悉 中国每年绿茶出口比重占全国出口茶总量的83% 据统计2017年中国茶叶出口35.5万吨金额约16.1亿美元 其中峨眉高山绿茶已远销亚洲欧美非洲等海外市场 进入三月浙江温岭大西的一千多亩高山茶厂陆续进入采摘期 各大茶厂人力机器都进入高速运转状态 保障茶叶品质设备运作非常重要 主要去检查的项目就是饼压吃的用电状况 还有在有没有这个钢塞上有没有雷积这个痕迹 保证它的身体用这个采摘期间的话 保证能够经常的供电 燕荡山是国家5A级旅游区也是重要的产茶区 茶农每年在经浙节期时开始采茶制茶 近年来当地炒茶制茶设备进行了节能换代 以电带煤既节能减排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制茶高峰期为减少企业制茶成本 当地组织人力开展上门服务 帮助茶叶生产企业调整风骨叉用电 量身定制用电方案 受阴雨低温天气影响 黄山18万亩奇门红茶大部分仍处于冬眠状态 芽头生长基本处于停滞 今年的奇门红茶采摘时间将推迟 产量也会下降 可能会影响到出口数量 这个像一碗到这个时候 这个茶叶开始生长了 这个芽头开始慢慢慢慢地长出来了 你看到今年这个时候 你看看还是看不见 很小还是一点点 对不对 它始终就长不出来 几乎就没长 因为春茶的萌发生长期推迟 所以茶季相对比往年要缩短 产量预计要减产10%左右